在国人喜阴阳历年之际 虽然大家都为节日的到来感到万分喜悦 但是那些依旧要战斗在一线岗位的工作者们 我们还是要为他们送上由衷的感谢 在跨年晚会上 跳水奥运冠军张佳琪 与张也蔡徐坤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 为伟大祖国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我们都知道 张也是中国知名歌唱家 蔡徐坤近年来也是凭借帅气的外形 俘获很多迷媚 张佳琪是个追星女孩 这次能够与两位前辈一起合唱 也留下了人生中珍贵的记忆 因为2021年是奥运年 奥运冠军们自然成为了 各大卫视跨年晚会的热门邀请对象 向孙逸文因为形象好 备受卫视晚会组委会的喜爱 也因此得到了比其他运动员更多的曝光机会 而咱们可爱的张佳琪 也与孙逸文大姐姐一起参加了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 为冬奥主题贡献了一份力量 为了突出北方的冬天特色 孙逸文、滚娇、张佳琪等人还围在一起涮火锅 也让人食欲大开 脸蛋肉嘟嘟的张佳琪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 这只小蝉猫盯着涮熟的鲜美羊肉两眼冒光 看来真是蝉坏了 但同时她现在也明显长胖了 对于跳水女运动员来说 贪吃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曾经备受期待的张佳琪 因为赶上发育期状态受到严重影响 也因此她无法像年龄更小的全红蝉陈玉希那样 站上东京奥运会跳水单人女子十米台 虽然她拿到了女双奥运冠军 但与单人冠军相比 她还是有些遗憾 不仅仅是张佳琪 还有骑士姐仁倩也在发育期阶段遭遇严重挑战 正是因为有了她们的教训 周济洪才把为了保持状态几乎五年没吃过晚饭的奥运五金王陈若琳请来 对同样贪嘴的全红蝉进行严格监督 管住嘴 才能更好地迈开腿 对同样贪嘴